记者陈云桃园报道,桃园是巴德区广风新天地购物中心,今天晚上八点多突然大停电,因正值假日又是晚间用餐时间,逛百货的人潮正多,室内煞食一片漆黑,引发民众抱怨连连,业者稍早表示,室台电供电系统出问题,五分钟内就回复供电影响不大。 有逛街民众把实际情况拍下,并上传到脸书社团爆料公社,并写下你相信这里是百货公司吗?一片漆黑,引起网友热烈讨论,大家纷纷留言真夸张,前阵子才刚停电而已,XX百货也曾停电过等雨。 广风新天地业者指出,停电时间只有短暂三分钟,购物中心内的电力系统正常运作,附近住家也有停电情形,研判是台电供电端有问题。 台电公司表示,经查室外力碰撞造成的瞬间跳电,八点二分跳电,四分之负电,短暂影响一千零三十六户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